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呢 是哪一首 大家好 我是丁小文 今天呢 要为大家介绍 《偷星》这首歌 对 就是张学友演唱的《偷星》 《偷星》这首歌是我跟郭子老师 合作祝福最后一封信之后 在张学友的下一张专辑 又合作的一首歌 因为祝福开启了郭子老师 跟张学友的合作的契机之后 学友哥特别喜欢郭子的作品 所以呢 在下一张专辑 就主动找我们说 再为他量身定作 这会儿真的是量身定错了 那一方面就是 我对郭子老师也特别特别有画面感 所以我填郭老师的歌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这很奇妙 这有一点点缘分在 然后我觉得郭老师的曲呢 也特别符合学友哥的唱腔 完全可以表达学友哥的唱腔的优势 包括在低回处的那种语气 然后在高亢处的一种激昂 我觉得完全是对味的 好 那我跟郭老师的合作 其实不只是张学友的歌 还包括叶爱玲 残缺的温柔 我想大家应该也有一点印象 还有叶爱玲也有一首 难分又难离 是比较一点典雅东方的韵味的歌 还有许有歌 还有如果你懂这首歌 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 是一个中版的轻松的歌 还有周海昧的《不要让我猜》 所以我跟郭老师 其实合作了相当相当多的作品 但是好像从90年中期之后 我们就各忙各的了 好像就没有机会再合作 一直到2021年 郭老师推出自己的专辑唱片 回归多年又推出新作 那终于有机会 我跟郭老师又再度合作了一首歌 也是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 叫做《托斯卡尼艳阳夏》 不错 就是那个电影的电影名称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那学友哥自从吻别专辑 祝福专辑 再加上这一张偷心专辑 连三元大众都是畅销之作 完全奠定了张学友 在歌坛的歌声的地位 我是觉得予有荣言 有时候一个创作人 我想很幸运的事情就是 我们《偶心力血》的作品 碰到了一个好的歌手 对的歌手来演唱 所以在此也谢谢学友哥 谢谢你的好歌声 然后我特别想讲一下 《偷心》这首歌呢 也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歌词的 写作的技巧叫做堆叠 什么叫堆叠呢 好 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对爱厌倦 对爱疲惫 对我已没有感觉 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 留不住人 留不住魂 留不住你的一切 这叫堆叠 意思就是强调 强调 强调 再强调 很重要 说三次的意思 好 这是一种堆叠的写法 我觉得在这个很多的写作技巧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种技法 那这首歌呢 我想 很多人喜欢唱 尤其是男生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首歌的意义 因为其实这首歌呢 它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它其实是一种放弃的心态 不只是一个悲情 就是放弃了 但是人在放弃的那个timing啊 舍得跟舍不得之间 常常会犹豫不决 犹豫不定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磨蹭人的情绪 磨蹭人的心态 折磨呀 好 所以投行这首歌 真的很折磨人 这个我们叫什么 虐心 哈哈 叫虐心 今天这首歌呢 我们还是请到吉巴奈 为我们演唱 吉巴奈呢 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歌唱选秀节目 台湾那么旺 过关斩将 非常优秀 脱颖而出的歌手 那我想大家比较少听到 女生来演绎 偷心这首歌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 女生演绎 有什么不同的韵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呢 是哪一首呢 是寂寞 慢慢转离我的心 长夜里越来越来越冷清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 是后悔 慢慢轻视我的心 无去了最后的泪滴 从今后 不再为谁哭泣 我不敢再问 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对爱厌倦 对爱疲惫 对我已没有感觉 温柔的缠绵 难道只是一世的气氛 留不住人 留不住魂 留不住你的一切 是了解 慢慢伤害我的心 就让我醉死在梦里 在梦里 永远不再清醒 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 不能翻遍黑夜或甜蜜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我的眼睛 看不见我自己 我不敢再问 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对爱厌倦 对爱拼击 被我已没有感觉 对恌恤 温柔的缠绵 难道只是一世的气氛 丢不住人 丢不住魂 丢不住你的一切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无论分辨黑夜或甜蜜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是寂寞 慢慢站立我的心 像夜里越来越冷清 回忆你越来越孤寂 是后悔 慢慢侵蚀我的心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 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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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